来了来了 东京复仇者最热血片的天猪片终于来了 在上一集结尾 麦克也被职人一枪爆头 舞蹈又回到过去再次开启新的时间线 这一次他决定把自己的实力提上去 结果这具神奈川的路上 和兄弟们被天猪的人给围毋了 舞蹈很懵逼啊 这个天猪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明明之前经历过的那些过去完全没有这些人呢 而在秒人中走出来一个人解答了他的疑惑 又是嬉笑高的鬼 他身上穿的同样是天猪的制服 最后说了一句 就让关东事变开打吧 一瞬间舞蹈的大海中浮现出一个猜想 难道嬉笑也能够穿越吗 现在的嬉笑已经是天猪的总参谋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成立自己的东万 让麦克也不得不认同他 说完后就坐着半斤的摩托车扬朝而去 他们离开后一个小病的状态 拎着昏迷的千冬扔了过来 超过他们东万的人怎么都这么弱 让小弟狠狠地教训一下舞蹈这些人 舞蹈他们几人本来就伤痕累累 也被这么一大群敌人包围 眼看今天小命不保 没准的关键时刻 一队双猫呆开始摸套着横冲直撞而来 那些天猪成员立刻四散逃窜 这队双猫呆打架也蒙的一体 分别是东万四番队的队长和副队长 面弩心烈的是副队长弟弟Angry 面小心冷的则是队长哥哥Smiley 他们不仅打错了那群天猪成员 还把受伤后面的踏野带了回来 因为新宿那边的东万部队和天猪也起了冲突 听说阿炳也在那里 两个人准备直接过去 还带上了苏醒过来的青冬和武道 和天兄弟口中的阿炳是他们的死对头 在他们加入东万之前举结起了梁子 由当时的和天兄弟 足形的队伍双恶与穿起的咒花舞之间摩擦不断 双方的队伍迟分不出高下 最终决定由两个组织领头人单挑决出胜负 最后的结果是和天兄弟双双惨败 一个被打得泛白眼 一个被打得口吐白沫 既然阿炳去了新宿那边 那么东万刚可以借助机会突袭 说话间前面出现了两个天竹的人 兄弟来表示要稍微去打听一下天竹对点 然后对了两个天竹成员 进行了一番激烈友好的打招呼 在他们俩打劲的时候 武道告诉千冬自己看到了 穿着天竹智慧的西校 他怀疑西校哥自己一样可以穿越 这样就可以解释 他为什么努力改变了那么多节点 未来却一点都没好转 因为他不管做出了多少努力 西校都会对未来进行更多恶意的篡改 西校离开东万后 麦克反而黑化了 一开始武道认为 过去那些东万的黑暗面 从西校身上转移到了麦克身上 让他不停不背负起所有黑暗 现在想想 麦克根本不可能需要西校 是西校从始至终想创造一个 能让自己随意操控的东万 如果这一切真的全是西校策划的 武道心中充满了愤怒 他这说什么都不会原谅那家伙的 当然现在只是一个猜测 千冬捏着武道的脸 听他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 西校不在这也没法问他 当我这地还是弄清楚 这个天竹究竟是何方神圣 更何况如果西校也是穿越者 那他现在肯定特别着急改变 毕竟在未来他可是死掉了 这样的话就没法回到未来了 这时何庭兄弟打听完天竹的据点回来 准备直接杀进去 与此同时 阿炳将那个三谷举斗 三谷已经伤痕累累 阿炳的脸也没靠到哪去 然而这个两人准备火力全开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这样连灰谷兄弟都加入了天竹 这个新出现的组织究竟是什么来头 三谷震惊之时 灰谷的各个超级板上 在背后砸子的头 阿炳弃了两个人抢自己的人头 虽然什么都属于天竹 却分数不通的部队 灰谷兄弟的超讽阿炳 这种天真的想法是无法击垮东万的 重要的是 趁现在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速战速决 顺后 以伯人扬场而去 与此同时 天竹励志部队也在狂揍东万成员 队长竟然是黑龙的第九代总长班牧 人家倘态一个总长 就带着天竹当队长了 而且这个天竹 看到东万成员就直接开走 自己想到同时人数还多 就这 赫廷兄弟加上武道天中四人 竟然敢直传人家的据点 盘踞在这里的是 天竹最后一位四天王赫迭 赫迭像是早就知道他们要来 正是没开脚的时候 看到了最后面的武道 竟然让手下们全都出去 训练游素的成员们赶紧离开据点 而赫迭狂妄地表示 自己一个人就能对付他们 不过他第一个想打的是武道 战权是没挑战 Smiley多少点尴尬了 原来赫迭听说武道是一分之多队长 那肯定是他们中实力最强的 要打当然打最强的咯 天童游伦次的想帮武道解释的 真不是很强 没想到武道直接走到了赫迭面前 从近一看 他觉得这个赫迭有点眼熟 但现在是战斗最重要 他急速奔跑助力 同时汇气全都砸中赫迭的正脸 赫迭就那么站着不动 被他打飞出去 天童他们忍不住为武道呐喊 就连武道刺激的一脸震惊 我去我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 然而看他躺在地上的赫迭 他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会觉得这人眼熟了 这是他儿子的好友阿赫呀 当时武道挺身而出 为被欺负的阿赫报仇 只是二年纪的时候 阿赫转学他们就没再见过面 只能想到再见面已经成了敌人了 其实刚刚是阿赫故意输给武道的 因为他曾经是自己的英雄 突然阿赫问了武道一个问题 嬉笑铁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武道就告诉了 他嬉笑对腿蹲完不成被撵出去的事 接着摆脱他让自己和嬉笑见一面 但是阿赫拒绝了 他现在的英雄是天主的宗长黑川英佐纳 已经决定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他 下次见面他们就是敌人了 不过在分离之前 阿赫提醒武道要小心叛徒 阿赫的话在武道心中 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在晚上动画紧急机会的时候 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实在没有怀疑的人选 就觉得阿赫可能是在挑拨理解 而这场机会的目的 真是讨论昨天被天主袭击的事情 天主是最近才成立的 他们还没有太多关于这个组织的情报 龙公司这样跟天主交过手的人说说情况 武道他们预算的宙华武的阿饼 三狗预算的贵狗兄弟 还有其他成员遇到的班牧 这些人全都是S62世代的 很明显 天主由这些绝不可能团移在一起的 S62世代所俗生的邦牌 能将这些人聚集到一起并且领导他们 天主的首领究竟是怎样可怕的一个人 不过麦克斯不管那些 他们堂堂都往进而被压着打 那自然是要反击的 下次就会换他们进攻横兵 成员们纷纷热血沸腾 武道就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他感觉这场抗争 就按照西小的计划发展 可是正上车的大家肯定不会听他劝告的 于是在千冬的提醒下 武道决定重新获得未来找知人商量 过去之后 武道将在过去得到的情报和想法 全都告诉了知人 知人露出了一副阴沉的表情 直接杀了大反派西小 能否结束武道他们悲死的命运呢 如果这一切都是西小造成的 那只有在过去杀了他才能了解一切 武道一脸震惊地看着知人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些话 当然知人也是那么一说 他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西小到底能不能穿越 如果能穿越的话 难道不是他先杀的武道这个饶乱者吗 而此时的西小在过去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12年前西小小用天主夺取东万 可现在警察们甚至不知道天主这个帮派名 西小本人已经死了 那是否说明当时的西小是失败的 那些年纪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时武道看了一张照片下 系列黑穿衣佐纳 他听阿赫说过他现在的英雄去试这个人 同时也是天主的总长 知人告诉我道 这人现在是东万的干部 以前是黑龙的前总长 明明是天主的总长 却变成了黑龙的前总长 看来这个人肯定大有问题 知人表示得会好好查查这个飞穿衣佐纳 分开之前 两人互相给对方加油 希望这次就能结束 是啊 让这一切结束吧知人 真是好久没看到这么标准的flag了 离开警难局之后 武道也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不知不觉来到了当初的台大手绝症的招式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财大手 财大手是日记诗人黑龙总长 如果是他的话 一定知道东万的过去 武道赶紧把真人也叫了过来 大手在他们带到了自己的店 让他们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 武道最想知道的 就是和黑川殷佐纳有关的事情 大手告诉他们 其实一开始穿着黑龙的人神 麦克的亲哥哥 佐野真一郎 初代黑龙在东京就是个川奇 后来穿到第八代总长的黑川殷佐纳 这人同样是S62时代 他同志时期的东万甚至还没建立起来 后来黑川退出黑龙 也在三年后 创立了横宁天竹 并和东万起冲突 也就是关东事变 因为抗争做得太久 就双方握手言和 东万与天竹合并 首领是麦克 二巴士是西小 三巴士是黑川 西小也并不是真死了 黑川的警察那边也有门路 篡改了关于西区的记录 让他假死逃去了海外 麦克死了 西小跑路了 黑川就成为了东万实质上的首领 具体情况 大叔这个外人就不是很清楚了 只听说麦克对黑川俱乐 比龙公司更深厚的信任 就在双方交流的时候 东万的人竟然闯了进来 领作的正是他们老说人可可和干 听说有人到处打听他们的首领黑川 过来抓人的 大叔立刻打在他面前 让武道和后门逃走 摆脱他们帮自己查清巴结死亡的真相 他认为绝对是黑川的背后搞鬼 于是知人和武道就先离开了 大叔也直接火力全开 一一抵摆 结果跑到半路 武道又想回去了 他觉得可可和干肯定知道详情 不如回头问问他们 说着远往回跑 结果在巷口突然听到了舒适的声音 其巧正在这里举枪跟了他 而只在开枪的千军依法之际 知人扑上来替武道挡下了子弹 先却很快胜出了一大片 知人让武道快逃 但紧接着小巷子又走出来一个黑川 一上来就用砍死人的目光看着他们俩 你们杀死了我的麦克 黑川又把贺迪叫了出来 命令他杀死武道 贺迪面无表情地同意下来 然后举枪对准了武道 几乎没有犹豫地就扣下了扳机 武道和知人并肩躺在了地上 穿越了这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切实面对死亡 三人没有补刀就扬肠而去 反正这代人也活不了多久了 知人仅在生命的最后对武道说了心里话 其实一开始他找到武道是真的很失望 心想真的要将一切都会看起了这么窝囊的家伙吗 可是后来看他不断失败又不断开始的武道 知人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打心里为武道感到骄傲 说着着着他伸出了手 而武道也下定决心绝不会让这成为最后一次握手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 这是武道能拯救众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因为他和知人双双被赫迭开枪击中 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两人再次握住了对方的手 武道也再一次回到了过去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那个公园找知人 他只想知道和这个知人握手还能不能回到未来 然而仅仅握住之后却无事发生 这大概意味着未来的知人已经彻底死去了 武道崩溃大哭又无能为力 小知人不明所以 武道自闭到坐在滑梯上让他先回去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两点 武道微微抬头看到地上的影子 以为知人还没走 就情不自禁抒发了自己心中的凡们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说起 他是如何一次次穿越时空 想拯救他的姐姐日向 又是如何一次次失败的 可是现在的他已经无法回到未来了 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他能完美地改变这条时间线 那知人和日向就都能获救 但之前那么多次失败 已经将武道的自信消磨殆尽 如果这一次他也失败了 他又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 武道决定干脆去死吧 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 一直停止的日向终于忍不下去 从背后抵住武道告诉他 我最喜欢你了 原来刚刚回来的是日向 不是职人 现在的日向也已经知道了 关于未来的事 结果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却是武道真正的年龄 想知道未来的他 有没有向自己求婚 武道语无伦促的解释 虽然还没有 但他一直都愿跟日向结婚的 而对日向来说 只要能从武道口中听到这句话 他就心满意足了 就算知道自己会死掉也没关系 不过日向善解人意 又给武道新的勇气和信心 已经走了这么多路 他怎么能就此而放弃呢 最起码这次回来之后 他知道敌人是谁了 也就是之前的未来 从未出现过的黑川英佐纳 肯定是这人加速了麦克的黑话 再加上背后又嬉笑在搞鬼 那么武道这次的目标 就白在眼前了 阻止麦克露仁娜俩人的魔爪 在对那好做什么之后 他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就是大叔说 麦克对英佐纳 给予了比龙坚更深厚的信任 这究竟是为什么 没谁能正想着的时候 半路就遇到了龙坚 刚好他也是要去麦克家的 就顺路带着武道一起去 与此同时 麦克睡眼惺忪的从房间走出来 艾玛和一已经在吃早餐了 麦克看到桌上的荷包蛋 就埋怨艾玛没帮他翻面弄破 艾玛让他自己弄 还提醒他赶紧把那个毛巾丢掉 这些麦克从与小级喜欢把玩的东西 还被他称为命根子一样的存在 这时龙坚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麦克让他先去自己房间里等着 龙坚被把武道一起带到了麦克的房间 这里原本是仓库 当初真一郎还在的时候 麦克和龙坚精神的就离看着真一郎改造摩托车 现在房间里的东西基本都是真一郎的 很快麦克也出完饭过来了 任由龙坚帮自己绑头发 并听武道说起了 关于黑川尹佐纳的事情 得知尹佐纳就是黑龙的第八任总长 龙坚也告诉武道 其实创建黑龙的人 正是麦克的哥哥真一郎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 他们也担心会影响现在的东万成员 所以麦克在跟黑龙第九代总长搭起来之前 就跟哥哥说好了 那时候的黑龙已经变成了无恶不足的混混团伙 真一郎也对麦克的决定表示了支持 黑龙本来就是他为弟弟留下来的帮派 自然是弟弟想要如何就如何 不知不觉线索已经串起来了 黑龙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个黑川尹佐纳 这时艾玛过来送茶水 听他们说起了这个名字 竟然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尹佐纳是他的哥哥 同时也算是麦克同服异母的哥哥 艾玛的救星就是黑川 尹佐纳就是他的黑川家的哥哥 更没想到的是 尹佐纳还和真一郎关系不错 说着艾玛就也拿过来一个铁盒 里面满满当当放的全都是尹佐纳 寄给真一郎的信 几个人便开始挨个看信的内容 希望能从中发现什么线索 但里面写的基本都是当天发生的事情 知道龙间找到了最初的信 根据内容可以知道 是真一郎主动去找了尹佐纳 尹佐纳很高兴得知自己还有家人 麦克就突然起身离开 说一个人去吹吹风 等他走后 龙间拿起了他刚刚放弃那封信 上面尹佐纳说得很痛苦 觉得都是内戒过害的 让真一郎不要再提到万岐狼的事了 艾玛听得有些心疼这个哥哥 毕竟当初只有他一个人来到了佐野家 而尹佐纳从小就被所有人抛弃 势必会将主动来看着的真一郎 当作唯一的精神之助 这样的话 这是如何看待麦克的呢 从真一郎手中继承的黑龙 这是真一郎为麦克准备的帮派 那尹佐纳对麦克最强烈的感情 大概就是嫉妒和恨了 因为要抢多哥哥的爱 尹佐纳就要用黑龙来摧毁麦克和东京万会 当初黑龙的九代木总长班师英曾说 要继承八代总长的意志 现在真一郎不在了 尹佐纳就成立天主亲自来找茬 一切都是为了彻底击垮自己同夫异谋的弟弟麦克 从麦克家离开后 吴道也把这些事告诉了千冬 包括职人已经死去 自己没法再回到未来的事情 所以吴道打算一个人承担所有 他知道这次和天主的斗争会和解收场 之后东万和天主合并 麦克也就没推上总长的位置 彻底入了尹佐纳和嬉笑连儿的魔掌中 继续重复之前的悲剧 为了结束这一切 吴道决定在那之前就去杀了嬉笑和尹佐纳 哪怕跟他们同归于尽也再次不惜 千冬没有劝他不要去 而是问他那一番都要怎么办 约了吴道这千冬来的时候 千冬就顺便把其他人也给叫来了 他告诉吴道这不是单纯的兄弟战争 这一郎创建的传奇帮派 被尹佐纳变成腐败不堪的样子 之后又被麦克追毁 东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创建出来的 所以这场战争对于身处断的他们同样非常重要 吴道作为一番队的队长 有责任向队员们说明情况 问他们想要怎么做 警队长阿顿踏爷他们也就来了 好兄弟们像以往一样 给予吴道最坚定的信任 钱都让他好好看一看 这支队伍可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弱 遇到什么事 没必要自己一个人硬扛 吴道又终于醒悟过来 招呼大家召开一番队的作战会议 话音刚落 楼下响起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喊他 吴道拉开窗 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但对方穿的是东万的特工服 吴道就带着自己的队员们下去了 没想到这个白马还只是个小弟 敲敲窗户 让大哥从好处里出来 吴道认出来里面的人是五番队队长武藤 钱东却查出制服秒 那人一出来就得提醒吴道要小心 下一秒就出现无数成员将千东他们制服 吴道一脸懵逼的看着他们 听到有人叫 自己就回头看 被吴道一拳砸飞出去 吴道又上前板拎起来 继续一拳接着一拳往脸上打 打得吴道白眼都翻出来了 这时他听见对方抱怨了一句 混蛋殷佐纳 害我工作人变多了 难道这人是殷佐纳安排的内奸吗 吴道被直接打赢过去后打包带走 再次苏醒已经到了乌气骂黑的废弃工厂 三途拉开灯 让吴道看清楚这里都有谁 而被绑在他面前的赫然是阿谦和可可 这个少年堪称热血满最废物的男主了 穿越重生那么多次 现在才混上个小队长 不过没关系 马上他就要当总长了 吴道被吴藩队队长吴藤绑架 同样被绑来的还有阿谦和可可 吴藤告诉他 他们吴藩队可是东万特别编制部队 也是唯一被允许内入的部队 他们的任务就是发现阻振内的叛徒 并向上轴汇报 警察情况下也可以先惩罚再报告 相当于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而麦克选择武藤的原因是 他最会打架 这才给吴藤整不会了 如果武藤是不是东万行政的好人 那不就代表被绑架的自己是坏人吗 另一边 艾玛珍的回忆小时候和 伊索娜哥哥分别是在场景 伊索娜说他要去医幼院了 年纪上车的艾玛并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 还说自己也想去 想伊索娜只是笑笑不说话 令德之前才告诉他 自己总有一天会来接他的 结果多年以后 他的哥哥却有另外一个哥哥成了敌人 与此同时 武刀不解 虚估武藤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以致让他怀疑自己是叛徒 美神道一旁的阿千开口说明了原因 原来他曾经和伊索娜有所牵连 阿千以前是第八代黑龙的成员 那时候黑龙的总长正是伊索娜 伊索娜曾经的金星 现在成了东万的伊藩队成员 那肯定会被怀疑 连带着整个伊藩队和队长武藤都受到牵连 武藤现在一脸懵逼 咋回事啊 我得成了东万的叛徒啊 他并并想听自己解释 却不是该如何开口 阿千和可可偏替他说 他们三人从未做过背叛东万的事 等调查清楚 你武藤就等着下跪道歉吧 武藤却耻笑一声 我有时候是为了抓叛徒 才把你们绑来的嘛 可可是个明摆人 立刻就懂了 真正的叛徒是武藤自己啊 在东万人气吞声当小弟的武藤 竟然曾经也是S62极恶世代的一分子 现在极恶世代都跟伊索娜同志 武藤自然也不例外 他太怀念那个被他们称霸天下的时代了 三年之期一到 是时候都会一切了 至此武藤终于想起来违和的地方 当初东万各个部队的队长及人物都被天柱袭击 为武藤一个人安然无恙 因为他本人就是天柱的创始人之一了 看来阿赫当初说的叛徒就是这个人了 武藤质问武藤 你背叛东万 背叛迈克了吗 武藤沉默了一瞬之后才会答 如果先遇到的是迈克 也许事情会不一样 但现在伊索娜已经复出 那东万只会是他的敌人 武藤只要动之一惊 小说一礼 你看你那么在意伊索娜 可他在意的使用只有迈克一个人呢 甚至创立天柱的目的也是为了击垮迈克 没想到武藤对此毫不在意 只要天柱这个帮派 存在并用伊索娜率领就行 而把他们三个人绑过来也是有目的 他知道阿田一日在为了复兴黑龙而努力 之前是投靠柴野大寿 大寿提出的条件上 可可一并加入 现在武藤和大寿的目的一致 咱们都看中了可可的身材能力 没错 可可不仅仍长得好看 还是个赚天小天才 武藤想起之前在未来遇到的可可 这可就掌握了未来东万裁员的男人 如果可可只听阿田的话 阿田现在又是武藤的中拳 所以他们俩可以一并绑过来当人质了 可可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跟着武藤一举天竹 要么在这里眼睁地看着武藤和阿田死 等可可加入天竹之后 对着身材能力和稀薛的聪明才智 还有迈克的灵修魅力 英组纳想用这些打造出最强的犯罪组织 就像武藤曾经的未来 看到那个东万一样 武藤逼问着可可最终的选择 而武藤自然不可能让他入院 告诉可可不需要为之勇魂的做任何事情 现在他已经看到了一次改变未来的希望 那就是绝对不可能将可可就给天竹 武藤努力站了起来 大声宣布可可是他们一番队的成员 他作为队长 绝不会把部下交给他们 都深吸一口气 直一瞅武藤冲了上去 虽然下一脉就被一脚踹回来 但武藤最大的优点就是绝不会放弃 哪怕爱再度的揍 阿谦受到鼓也站起来帮忙 可惜错还是和武藤一起被揍晕了过去 看没下去的可可最终选择了低头 偶发眼睛的看着重要的伙伴被打死 武藤和阿谦再增开眼睛是在垃圾堆 他们俩已经被解开绳子扔了出来 可可自然被武藤给带走了 武藤被跟阿谦一步一步往下走 为能安慰他们的就是 可可并没有生命危险 天竹还要利用他的能力呢 当我自己一时想办法把可可带回来 阿谦就问武藤要怎么做 无弱的笨蛋小奶奶瓜 自然是还没想到办法 但是没关系 办法总会有的 阿谦嚣张他把自己放下 然后带他去了自己和可可的藏身之处 武藤一进去就消得了一股机油的味道 帮他包扫了伤口之后 阿谦突然跪了下来 告诉武藤可可对自己有多么重要 所以请由他扛起黑龙 自己愿意把生命的交给他 就让武藤能担任黑龙第十一代总长 救救可可 救救他们 武藤一脸懵逼 自己傻的没干就当当总长了 冷静过来以后 阿谦他意识到自己有多强人所难 便讲起了一些往事 这里以前是真一郎开的摩托车行 也是他们这些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 来找真一郎 凶摩托车的前辈也都耀眼帅气 那样的前辈们在真一郎面前就必攻必尽 那时候真一郎是阿谦的英雄 也正是因为这样 阿谦的支持放不下黑龙 以前想让真一郎闯立初代黑龙东山再起 跟阿谦驾驳的却是第八代黑龙 也是由英佐纳率领的已经腐败的黑龙 当时英佐纳把他叫过去 受要他当自己的亲信 希望他好好扑走第九代 黑龙成为了染指敲诈 抢劫毒品 做进一切坏事的饥饿帮派 阿谦他们也同样被称为饥饿世代那群人 各自在各自的地盘上斗殴脑势 在英佐纳的率领下 初代黑龙的意志 俨然已经荡然无存 阿谦自己也不知不觉 以帮派通流合污 后来还进了少年院 等他出来的时候 黑龙已经被击垮 为了让黑龙东山再起 并去脱禾了柴大兽 后面的事情武道也知道了 他告诉阿谦 自己有想要拯救的人 可他实在太没用了 尝试了一次又一次都没能成功 可正如如此 只能理解阿谦的感受 所以武道郑重地向阿谦宣布 黑龙就由我来继承 从现在起 他就是东京万回一番队队长 兼任第十一代黑龙总长 他会把柯格带回来 会打倒西萧格英佐纳 也会击垮天竹 阿谦挺不自禁地 握住那只伤痕雷雷的手 而他也会将自己的性命 托付给武道 艾玛被送到作业道场的时候 妈妈告诉他 自己办完事就回来接他 但他心知肚明 妈妈回不来了 在作业家努力表现得 像个正常的听话孩子 两个新哥哥一个比一个臭屁 不过艾玛还是被他们的训练所吸引 看到没被自己大作手的万次郎 哥哥凌空一脚 将人带电的踹退 自己的身体却能轻轻地落地 场地不甘心地问作业爷爷 为什么那家伙都没怎么训练 还这么厉害 业务只能告诉他那是天才 小场地就跑去找小万次郎挑战 然而万次郎过来 只是想需要自己有肚强 然后以人注目 并不想和这些小屁孩过招 只是场地注意到门外的艾玛 得知她是真一郎和万次郎 同服一门的妹妹 吐槽的名字 怎么基本上外星人 于是给自己取了个外国人名字 叫伊蒂 好家伙年纪小小的就杨伟 是吧 麦克的名字也是这时候去的 一段时间 大姐都从没有见过这些笑容 麦克警哥哥听说这件事后 第二天就找到正在练习的艾玛 告诉他自己以后就叫麦克 因为哥哥叫麦克的话 妹妹叫艾玛这个外国名字就不奇怪了 艾玛的眼泪多跨而出 脸上就露出了来这里后的第一个笑容 表示她又不在意自己的名字 麦克也开心极了 给妹妹跑了个妹儿 在别爱上自己 可惜她跟真一郎都不是人家的菜 但从那天开始 艾玛就不再寂寞了 艾玛喜欢的是阿坚 而现在在这快乐的向阿坚奔去 另一边 麦克也真的跟武道他们开会 他已经知道了 武道作为第十一代总长 就是黑龙的事情 也知道武藤叛变还带走了哥哥的消息 阿坚认为 如果天主要全力进攻的话 肯定会选到明天2月22号 这正是十一年前初代黑龙创立的日子 麦克也当即下令召集所有的东湾成员 为明天的局战 召开备战机会 殊不知 天主已经准备了最惭愧的计划 等着他们杀人 河地听说后联盟找伊索娜表示反对 但很明显 伊索娜心已决 第二天晚上 东湾成员陆陆续续来遇到了神社 武藤跟千冬终于确认了 他们一番队 在这场战斗中的使命 要将科哥带回来 还要打倒西娇格林索娜 可最关键的是 他们能打倒吗 而且天主自称犯罪组织 肯定会各种阴招损着权斗使出来 他们这些光明正大打击的 又更落下风了 只是八戒大喊一声 那我们也用 原来三谷和Smile也都遇袭了 也就是来这里的路上 被敌人用摩托车撞伤 倒地后还没电话 拿着铁棍捅殴 已经昏不过行进医院了 如果还要坚持这么正面对决 他们根本就不是天主的对手 现在二番队和四番队队长都不能来 三番队队长屈膝 五番队队长叛变 其他人都遍体鳞伤 大家群情激愤 含着要以压还压 阿佩听不下去了 阿帕治疗之后 他将自己的信赖 全都交给了迈克 最疾病是这次 开启用迈克的任何方式 来打一场不丢脸的架 迈克一句话就制止了骚动 让八戒回医院 阻止清醒过来的三谷和Smile参加抗争 也让一番队完成他们的使命 接着告诉所有人 这一场战斗中 没有任何队长能做他们的后盾 但有我就够了 迈克是最有魅力的领袖 然而他这份魅力 却导致了至爱之人的死亡 白晨的时候 阿前带武道这位新晋赫龙总长 就祭拜了真一郎 魅力的英佐纳也来了 仅仅的迈克也来带艾玛来扫墓 大家的真一郎的目前齐聚一堂 迈克和英佐纳明显有话要说 让武道带着艾玛暂时远离一些 与此同时 嬉笑扛着棒球棒 坐上了武装的摩托车后座 艾玛其实跟英佐纳分开之后 就没再见过他了 对这个哥哥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而英佐纳正式向迈克宣展 让他今晚八点 带着多安的所有人来横兵地砌码头 为一切做个了结 艾玛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却明白两个哥哥要带领克宣的组织干架了 是他一直都知道 麦克在大家面前只会露出坚强的一面 不管是真一郎去世的时候 还是长地去世的时候 仅在本质上还是个脆弱小男孩 到现在还要抓住很久的旧坛子在睡得着 所以一旦麦克绷着那个悬弹调 艾玛一定会拯救他的 就像当初他拯救自己那样 此时武道插入了不接劲 为什么未来的麦克要说 自己这一生充满了痛苦 不只有艾玛陪着他吗 当当艾玛有在未来出现吗 就当这时 连了摩托车骑车而来 而艾玛买完饮料 还没有来自己回到武道身边 摩托转身的嬉笑就挥着棒球挥了过来 武道以为他要打自己 现在赶紧蹲下躲避 然而嬉笑的真正目标却是他身后的艾玛 被当头一帮的艾玛无力地倒下 武道不敢置信地转身看过来 不敢进打U20 也不敢进艾玛去医院 眼睁睁看着两人扬长而去后 在心里唾强的两人 为了让艾玛堕落竟然对女孩下手 他喊着艾玛的名字 又骂自己是笨蛋 什么都没改变 就当这时艾玛回来了 武道眼泪汪汪地看着艾玛说对不起 虽然他话都顺便明白 但艾玛也没事情管那么多了 赶紧蹲下让武道把艾玛放下来 毕竟在附近就有医院 他前自来提前跑去医院打招呼 搬了是艾玛醒了过来 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告诉艾玛要是有什么万一 就帮他跟阿金告个白 一晚艾玛托不给武道 说后就松开了手 再没有睁开眼睛 而艾玛幻想着 他们长大后的幸福日常 也不可能实现了 晚上因素娜和嬉笑相约天台 因素娜也将蒙西加安排号的 替罪羊具自首 他们不一律 要将艾玛拉到他们的世界 幼且着嬉笑 他认为要成立于万人之上的领导者 需要的不是头脑 而是容貌 艾玛的容貌 就可以成为领导者的最佳媒介 他们不能让艾玛的才能 被动漫的群人给毁了 韦斯特做了很多计划 却都不以无道为首 那几个人阻碍 进而若瑟 就直接将艾事的人全部消灭 一直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的讥笑 却在看着失去之爱的 迈克是情绪高涨 不儿哥们 你迈克生贵吧 韦斯特不惜亲手 杀害迈克最重要的妹妹 虽然那女孩也是英佐娜的妹妹 但也就那完全不在意 一步的爱马是妹妹 他们在于幼院度过的十年里 也只有真一郎来探望过他 填满他内心空虚的 也只有来自真一郎的爱 他只带过真一郎所爱的一切 除了他 真一郎国的其他一切都只是想摧毁 不儿哥们 你真一郎身贵啊 两个坏蛋 可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那一边 迈克他们却渗入了深深的痛苦 阿坚不管之间的看着面前的爱马 没有表情的把迈克叫了出去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迈克什么都不想说 于是阿坚直接给了他一拳 谁能想到 迈克阿坚也会反目呢 爱马除以外最痛苦的是迈克 相信爱达的也是迈克 连无道都看不下去了 赶紧跟阿坚跪起道歉 告诉他 当时离爱马最近的是自己 是他没有保护爱马 结果听完无道的来龙去脉 阿坚又给了迈克一拳 质问他 你难道不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创立东万的吗 但是阿坚被抓 长地死了 抑或被逮捕 现在连爱马都 阿坚一边说一边狂走迈克 无道响了得拦不住 其实阿坚这一话又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呢 而无道坚在地上眼泪汪汪 他希望阿坚能正常一点 如果是平常的阿坚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并接受这一切 不过再想想 当初的他连日向的死亡都接受不了 迈克和阿坚怎么可能接受得 要朝夕相处爱马的死 他们又无法回到过去去拯救 偏偏他又无法地改变未来了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 东岸的成员都已经拒绝到了神舍 首领却迟迟没来 打击了连续不上武道和迈克 结果在此时 阿坚带着最快的消息过来了 无道坡就提醒迈克 今天是他们和天主的绝诊日 没有说的命令大家无法行动 然后告诉迈克 杀死艾马的凶手就是嬉小 迈克一九一言不发 于是无道独自离开医院 就算只有他一人也要对抗到底 很快听说了消息的日向也跑来了 看到艾马在尸体后哭得气不成声 无道发现了 就在手手上换两张脸了哄他开心 可这种时候有必要去开心吗 哭起个难过 难道不是正常的反应吗 这次就连日向也生气了 跑去一看 发现无道脸上也完全没有笑容 他知道自己又猜又蠢 以生日的逃避痛苦的事情 但这一次他不会的逃避了 就是注定他今晚会丧命 他只希望日向能一直保持笑容 出去后 刚好千冬来接他了 他们一起去了神社 加艾马遇害的消息告诉了他家 看样子今晚迈克丫钱都不会过来 没有收领的他们更不是天主的对手 现在撤退才是最好的选择 结果无道站出来开始宣伯 等晚今天就要攻入天主 其他人怎么可能舍命陪他一起胡闹 你以为你是谁啊 当了一番队队长 真一文能代替场地了 大家纷纷离开准备改日再说 无道和千冬对这个局面早有预料 基本如此 无道也要去今天抗争 不然天主会用更卑鄙的手段回掉东晚 没关系 凡人的本来打算一个人去的 没想到千冬竟然依然居然留下了陪他一起 很快阿敦也表态要留下 不就得好兄弟们都回来了 紧接着 三国四妙也被推转回来 他们无法上战场 但是八戒和Gain可以 他们有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会退缩 其他人被成为热情和信念鼓动 再怎么样 大局的东晚的爱是真的 这一次将由无道带领他们去天主决战 东晚和天主的帮派决斗就在今晚 天主所有成员都全部集合严整一代 英总纳甚至还带来了 其他不良少年帮派首领来当嘉宾 看这些首领们的惨状 就在英总那里吃了不少苦 但是等到失点东晚都没来 河迪觉得他们应该是不会来了 毕竟现在的东晚可以就是四分五裂 葛藩队的队长不是伸手重伤就是叛变 也就是一个学后的五小道 东晚已经彻底完蛋 他们S62极恶时代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英总纳说得甚好 然后也赫迪擦肩而过 赫迪并不是S62时代的 不过他和英总纳是从小就认识 两人还约定过以后不会再输了 所以哪怕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赫迪也会继续跟随英总纳 英总纳要统一东京不良少年 今日控制整个日本的地下社会 当然唯一能坐上收敛位置的不是他 而是麦K 他要让麦K受苦受难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东晚不会来的时候 嬉笑嘘了一声 随后众人就看见武道领着浩浩当劳的东晚大军而来 虽然领头的几位都伤痕累累 可他们的决心和信念没有丝毫动摇 双方对峙 战斗一出几发 西小姐不打算下来参战 毕竟他最喜欢的还是隔岸观火 不过就算来了 东晚也不可能打得过天猪 光看这个人数差距就知道了 英总纳那边也不想以多气少 提干脆来一场魁战 魁战是S62时代流行的仪式 先单挑再全面对决 能够影响队友双方的士气 天猪这边斑木率先走了出来 看到对面 哪个像样的成员都没有来 哎呀 看来你们东晚已经溃不成军了 比起最后的安国人和八戒 记得当场就要出去迎战 就被武道阻止 今天这场说是没得他来打头阵吧 打这么打 影响士气单挑 那是挨打吗 于是阿佩直接越过他走了出去 双方护华狠话之后 阿佩直接一圈把斑木打阿佩出去 反正欢呼到天猪成一个整部会了 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 阿佩还在那里让着 给我说日语啊混蛋 果然笨蛋打起家里就是厉害 这下天猪的小罗罗开始心生退意了 说好的把东晚的主要成员击快就没事了 怎么随便一人出来 一拳中的放到他们的四天王啊 可以这样与东晚的压倒心胜利结束 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头戒 全面战争的狼烟已经燃起 武道一声我们上吧 最后成员全都一拥而上 结果武道自己跟敌人撞了 一下头就痛得不行 其他人基本都是一对一 只有阿佩猛得不行 抓住两个人的头发 把人当成武器 直接横扫一大片 武道光过着看别人 身后有一个敌人冲过来 想偷袭色的没发现 还好八戒及时赶到把他打退 其他人纷纷让武道逼出那么前 毕竟他可是代理宗长 要是他被打倒 那他们东晚岂不是完了 但武道的好兄弟们很懂他 这次这种情况 他肯定不愿意躲在后面 所以就由他们来为他开路 双方人数差距太过悬殊 想将敌人全部打倒 根本不可能 所以武道牵动直直奔向嬉笑 他无论如何努力 都无法改变未来 他一定要亲手打倒嬉笑 东晚传了迈克以外 谁一打架最厉害 其他人不知道 阿培绝对是当前最猛的一个 甚至研究都打红了 班牧到现在还逃到 地上不顾情人士 英佐纳就在失望之际 踩实的投评价 跟两年前相比没有丝毫改变 借强了他的位置 结果马上就输给了迈克 导致黑龙也被摧毁 那时英佐纳以为是迈克太强 原来是班牧太弱 这样下去 他们天主的世界会越来越低落的 于是英佐纳准备亲自出手 走向了阿培 阿培这位的天主成员 都打进去别的小战场了 英佐纳嫌他们丢人 笑着邀请阿培成为自己的对手 阿培看到他后 直接就冲了过来 结果还没到英佐纳面前 就被一脚踢飞出去 阿培彻底不省人事 东晚的气势瞬间被压制住 没错 这就是英佐纳的实力 而这下来就跟他们 极恶狮子的干部们登场了 阿培英佐纳的武道面前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就你一小的 居然好意思说 自己是代理总长啊 不过武道的好兄弟 也不甘输入围在他身边 结果反而是千东冲出来 飞踢一脚向阿炳踹翻 他也居高临下的望着阿炳 你的对手是我猜对 旁边灰谷兄弟的 分别走向了安格瑞和巴基 两个弟弟 阿前正在与武通对峙 他要打倒他 把柯克堵回来 谎言刚落 柯克一拳砸在他脸上 拦在武道面前的 却是他曾经的还有贺迭 判斗的内心肯定是想 阻止赢索纳德 柯克就不想跟他多说 直接开打吧 武道眼神坚定地说出了 自己过来的目的 其中资论也包括 把柯克带回去 然而事实上 柯克是自愿加入天猪的 阿前不止地看着柯克 柯克却伸手要向他一起加入 还说他准备好了位置 一来就能当干部 这句话彻底上了他的心 阿前这本柯克 还要对赤银念念不忘到什么时候 柯克气急拜托 他恰恰的脖子把人举起来 曾经的好兄弟 互相用最杀人的话刺激的对方 阿前希望柯克接受现实 整眼看看吧 我不是赤银 我是青宗 在阿前任黑龙总等的时候 曾经来图书馆找过一次柯克 柯克身边放置的 全是教人如何赚钱的时候 甚至不太多看阿前一眼 阿前只是想提醒柯克 偶尔要回一次下 毕竟他们是不一样的 柯克还是一声不吭 将手自如收款完后 他要去书单地拿着心的 一扭头发现阿前 坐在窗户上睡着了 微风扶着了窗帘和阿前的头发 他看起来那么的天静美好 于是柯克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吻了上去 吻完之后 自己却哭了 嘴里喊着的也是另一个名字 阿前的亲姐姐 赤银 阿前和柯克从小一起长大 阿前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姐姐 非常的温柔可爱 每次见面都能撩通柯克的心弦 有一次他邀请柯克 一举图书馆看书 自己却睡了过去 看着赤银红热的嘴唇 柯克轻不自禁想要吻上去 头吻欣赏人 结果对方突然睁眼 他又比这更尴尬的嘛 有 那就是欣赏人说不行 赤银告诉柯克 只能跟喜欢的人接吻 柯克便干脆鼓起 我就跟他告白 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反而等他们都长大 就体现不出来了 赤银只是笑笑不说话 晚上柯克先把赤银送回了家 分别之前再次告白 说会一辈子都喜欢他 长大以后 也想和他结婚 赤银就被这样的赤子之心打动 笑着说 那我当时长大 柯克收到了回应 每次自跑的公园 沾沾自喜 意识得很晚之后 他赶紧回去 随着路上被人提醒 那边有家房子好像着火了 柯克回头一看 那正是赤银就在帮下 他放心不下回去看 发现竟然真的是赤银家 消防车还没到 赤银的父母也还没回来 柯克毫不犹豫地扔一下书包 裹住失衣服冲进了火海 片刻之后背去了一个人 结果被他人放下来后 发现那是阿钱不如是赤银 等柯克想再重逸的时候 就被消防员拦住了 最后 赤银因为解决不及时 虽然勉强保住了性命 却全身大幅都烧伤 需要四千万才能治好 这笔钱 他们的父母根本拿不出来 柯克才答应过赤银要守护他一辈子 所以他可是拼命思考该如何赚钱 小孩子想来钱快 只能做违法的勾搭 一开始 他教唆不良少年去偷窃和勒索 不到一个月 组织就破局规模了 但拿到的钱 还是远远不过四千万 柯克使用仇动的那些钱 伪造卡片 光顾夜店的贵宾市 接近有千人 开始为有千人提供犯罪服务 反正他们都是未成年 被抓到没太大事 可就在柯克逐渐看到希望的时候 阿千带来电话 说赤银没撑下去 柯克的支柱瞬间击垮了 此时 看到阿千那张 和赤银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他又爱又恨 对着阿千千打较低 他知道因左纳那些帮派首领 接近自己都是为了钱 觉得阿千和他们是一样的 是为了重建黑龙才接近他 阿千听到他这么说心都碎了 冲可可怒吼 赤银杰已经死了 可可就摸着他的脸喃喃自语 如果赤银杰看到现在的我 也会用同样的表情斥责我们 当初可可去干了赤银的议题 他无比的后悔自责 为什么他没有钱 如果他有更多更多的钱 但现在他已经无法回头了 一旁的武藤知道 可可和阿千这架势打不下去了 所以接下来又他来当阿千的对手 与此同时 武道正在被赫迪吊打 明知道对手是武道 还让赫迪让开 说出他对手是嬉笑 可赫迪和嬉笑是同为天主的 想已知道不可能给他让路 武藤轻轻松松打他拉前 前动一部杀饼的对手 八戒和安格里面对灰谷兄弟 看起来也很危险 这对兄弟是真正的狠人 当初挑战东京最大帮派 六本木的狂击 将其中一个首领打到致死 这就是极恶势的实力 所以因总的没有丝毫担忧 反正他们天主 一定会在这场斗争中胜出 说话间 说反杀对方 结果灰谷又紧随其后 将安格里击倒 八戒被分神 龙丹立刻抓住机会 撕死夹他的腿 捅得八戒发出好角 两人基本上是被吊打 毕竟他俩都是弟弟 而跟人家真正兄弟相比 毫无默契可言 而且他俩还会想满意 对方看不懂自己的暗示 不出意外又被打倒了 还被嘲笑只会 躲在哥哥的银子里 这反倒激起了 他们俩的好生心 这就让你们看看 我们老幼同盟的志气 东湾谁打架最厉害 那毋庸置疑肯定是迈克 但这个人的实力 绝对是被低估的 那就是安格里 小的时候 安格里只会 躲在哥哥smiley背后哭鼻子 没有哥哥的身边 他就和八戒一起 被灰谷兄弟抱走 此时的smiley 正和三国一起 摇着轮椅回去呢 smiley是真的很担心 弟弟会哭鼻子 三国安慰他不用担心 他们的实力很强的 结果镜头一转 安格里和八戒 同时冲向灰谷兄弟 八戒被灰谷兰一棍打翻在地 安格里被龙胆来了 发擒抱攻击 整个人死死地夹住 他的一条腿 然后用力一拧 就痛得安格里说不出话来 他痛苦的声音声 反而让灰谷兄弟更加兴奋 现在 安格里的右手和左脚 都已经被吹 想继续打也站不起来了 接下来就轮到了八戒 龙胆死死压住着八戒 不让他动弹 灰谷兰就扬起铁棍 一棍接着一棍 削在他的头上 旁边牵动也不是阿炳的对手 两个人的体型差 让他完全无法挣脱阿炳的怀抱 但是 在看到八戒的残壮后 两人一起愣住了 好家伙 灰谷兄弟下手是真狠啊 八戒被打得连声都发不出了 周围的人也不知不觉停下了动作 而这幅画面 激起了安格里内心的恐惧 他竟然吓得哇哇大哭 冲灰谷兄弟破口大骂 快点驻手了 卑鄙的大笨蛋 天猪端都跟看笑话一样看着他 殊不知 这可是安格里黑化的前兆 哭鼻子的安格里会挣脱束缚 变成恶鬼 当初四年级的Smiley 被一群初中生摁着打 安格里也吓得哭鼻子 但回过身来时 所有人都重伤到需要送医院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后 Smiley就告诫安格里 以后不能再哭了 而那些残暴 也被安格里强行摁了下去 这是现在看来 似乎要全部释放出来了 安格里一拳一拐地走向灰谷兄弟 灰谷男察觉到一些不对劲 让龙胆小心一点 但是龙胆不以为力 直接冲上去 想轻爆安格里将他摔趴在地 然而这一次 他却怎么也摔不动了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安格里甩飞 紧接着拳头直接砸向他的面门 就这一拳 龙胆被打得登场晕厥 下一秒 安格里又缠身来到灰谷男身后 还不等灰谷男回头 拳头却已经飞了过来 他也获得了和弟弟一样的下场 阿兵有些看不下去 一边嚷嚷着一边走了过来 顶尖一看 这不正是之前被自己打败过的小鬼吗 于是自来熟的 楼上安格里虚心求教 想问他刚刚用了什么招数 却反被安格里反手压在地上 三拳就打倒了三个天竺干部 前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而下一个主动送人们来的 是叛徒武藤 被安格里一个过肩帅 载倒在地上 这下连武道都震惊了 因为武藤可是当初 迈克轻定的 打架最厉害的干部 现在竟然被安格里一招打倒 天竺干部的连反倒地 击打击发了东湾的士气 天竺里面的喽啰 在产生了恐慌 谁都不敢去和安格里对上 只是没想到 武藤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而且手里还拿了一把小刀 当初在加入天竺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里可以随意作恶 所以哪怕用用最阴险的手段 他要打败安格里 他握着刀直接冲向了武藤他们 安格里灵敏地闪身躲开 武藤也冲上来推了他一下 让他稳住身形 可他自己却暴露在武藤的刀下 关键时刻 竟然是阿赫挡在他面前阻止 阿赫亲手将武藤击倒 并且告诉他 天竺的帮派不值得影响他 武藤心里逼提多高兴了 阿赫果然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结果下一秒就被人家自己否认 表示自己已经把心灵交给那个男人了 就算要跟他迁往地狱 也心甘情愿 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阿赫了 现在的他是天竺四天王的头目 牛呼噜 赫蝶 阿赫禁止冲向安格里 速度和前面几个完全不在一个雷贝鲁 升起了安格里都无法跟上 被一拳打飞出去后 后面的牵涂和阿浅紧随其后 最后阿赫来到武藤面前 现在所有干部都已经倒下 只剩下了最猜忌的武藤 武藤有些感慨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阿赫竟然变得这么强 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结果还没来得及问出口 就被曾经的好兄弟一拳打飞 阿赫用行动证明 自己誓死跟随尹佐纳的决心 哪怕是儿时的玩板 也能毫不犹豫地暴揍 武藤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但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扛揍 不管被打得多么惨 都能重新站起来 武藤不理解 阿赫为什么对尹佐纳那么忠心 这个人可是为了私人恩怨 可以毫不犹豫地派人杀害自己的妹妹 难道这种人渣 也能被称为英雄吗 阿赫的脑海中浮现出了 尹佐纳曾经的模样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有势力的人不见得是英雄 现在他心目中的英雄 就是黑串尹佐纳 说完后又继续做武道 别人挨了阿赫一拳都再也站不起来 而武道挨了这么多拳 竟然还能站在那里 果然是东万最强肉盾 钱东看不下去 强称着站起来挡在武道面前 告诉武道已经够了 他的坚持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其他人都已经站不起来了 但是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武道坚持不肯认输 只要他还站着 东万就不算输 而且他知道阿赫已经开始动摇 这样的他是无法战胜自己的 于是西小亲自出手 他竟然掏出一把手枪抵在武道头上 明明是生死关头 武道心中却一点也不害怕 脑海中浮现出了 之前同伴们托付给自己的那些事情 是那些信任只剩他走到了这里 所以他无所畏惧 反而看出了西小眼中的害怕 这本西小到底在怕什么 一句话提到对方直接开枪 不过这一枪只打在了武道的脚上 鼓鼓鲜血渗了出去 武道还是那副坚不可摧的模样 他知道自己没有麦克那样的领导魅力 也不像职人那么聪明 打架实力也远远不及阿坚 但是他永不放弃 即使要了他的命也不会放弃 就是这一本决心 让西小下意识产生了恐惧 所以哪怕武道将自己的头抵在了枪口 他也迟迟不敢开枪 最终还是无奈放下了手 而是一拳将武道打飞出去 不过武道刚刚那番话 也让敦万的其他成员振奋了起来 大家相及站起 钱东会都告诉武道 他很庆幸当初是他接替了场地 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试图逼迫嬉笑放下武器 这只是小孩子之间的打斗 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为了他们的信仰 还有他们所背负的事物 听得武唐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紧紧地盯着英佐纳的背影 想让他想起来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 结果西小不吃这一套 不仅没有放下枪 反而对武道他们冷嘲热讽 说他们就是一群臭废物 斩起来废话连篇 怎么都改变不了败本的结局 当然他们也不是不能和解 西小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天竺和东莞合并 老大究竟是麦克还是英佐纳 在西小心中 总长的位置当然还是麦克的 毕竟他跟英佐纳 就是想将麦克拉下泥潭 到时候帮派名就叫东京万会 说还有脸问武道这个题怎么样 气得武道直接冲他面前就是一拳 不得不说 这一拳真的是大快人心 武道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干预 西小的计划一定会成真 毕竟在上一个未来 麦克就是这么被他折磨至死的 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 那样的惨剧再来一遍 现在他已经想明白了 阿剑为什么会沦为杀人犯 就是因为他们杀死了艾玛 罪魁祸首就是西小 想到这里 武道那裹挟着愤怒的拳头 直接砸向西小 却被英佐纳挡了下来 英佐纳早就看不下去这场闹剧 就这么一个小菜鸡 你们轮着上都打不倒他 以别让让 让我来 英佐纳放出狠话 要把在场多案的人全部杀光 武道冲上来一次 这就把人打费一次 可是无论他打费多少次 武道都能重新站起来 既然如此 英佐纳也就不跟他客气了 一拳一拳往撕里打 鲜血一鼓一鼓地喷了出来 就这 武道还是没倒下 更何况 就算他倒下了 也还有麦克 然而就着他挥拳 砸向英佐纳的时候 他就突然停了下来 众人还以为他终于没有力气了 武道就举起了自己的拳头 抱怨一句 你来得太晚了 没错 来的人正是麦克 心有所感的众人纷纷回头 果然看见他们的总长正一步一步走过来 这一下轮到嬉笑他们绝望了 他不是今天刚死了妹妹吗 为什么还能来到这里 麦克 静止都到武道面前 摸着他的头真诚道谢 紧接着 阿坚也带着日向急着摩托车而来 原来日向把武道告诉他的事情 全给麦克和阿坚说了 包括武道一开始是为了阻止他的死亡 才从未来而来的 说都说了 武道也不能改变什么 他只是担心 麦克和阿坚 现在都处在失忆的孤底 就算来了也没法打架 而且天竹可是有两百多人呢 却听见麦克问那些人 你们需要我放水吗 未美也太看不起他们天竹了 天竹的小喽喽们吵吵嚷嚷 根本不知道他们惹的到底是什么人 麦克面无表情地提醒 你们以为我是谁啊 两百人 起码给我带两万人来 一句话瞬间扭转了事情 让所有人都相信 他们的麦克又回来了 现在战斗才刚刚开始呢 看到这一幕 无道真诚地感谢了日向 感谢他 让麦克和阿坚振作起来 日向却拉住他的手告诉他 明明是他拼命努力的身影 撼动了大坚的内心 而此时 尹佐纳的脑海中出现了尖锐的嘶鸣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嬉笑 然后立刻急跑冲向麦克 尽管麦克即使伸出双臂挡在胸前 却还是被踹退了数米远 尹佐纳的每一句话 都戳在麦克的心窝上 问他失去真一郎和艾玛侯有何感想 麦克就只是回了他一句 我们把账算清楚吧 哥哥 在麦克说要做个了结之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一向了这两人 阿坚此时已经完全相信了 无道说他来自未来的事 还表示自己和麦克都会成为他的左右手 让他能够心无旁骛地 做自己该做的事 与此同时 尹佐纳问麦克 你到底是怎么振作起来的 麦克的脑海中 瞬间浮现出了妹妹的笑脸 直接朝尹佐纳踹出愤怒一脚 却被对方轻松抵挡 还露出了夸张的笑容 麦克不为所动 又是一句重重的踢击 尹佐纳用自己的手臂挡下了 然后将人推了出去 但下一秒 麦克又凌空跃起 伸直大长腿用力压了下去 尹佐纳双手揣动 也从而抬腿化解了这句踢击 但麦克与生俱来的 居家弹跳力和平衡感 让他赞叹不已 不愧是被誉为无敌的男人 现在他久违地兴奋了起来 而麦克又飞身上前 我还没想到 竟然被尹佐纳给踹了回来 因为对方已经看透了他的动作 众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唯有嬉笑露出了笑容 尹佐纳收起疯狂的表情 直接宣布自己会杀了麦克 但麦克再次站了起来 北半向尹佐纳 又拿出了自己因以为傲的提击 被对方反手一拳砸在脸上 而麦克只想问尹佐纳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杀害艾玛 当初还是小孩子的尹佐纳 和阿赫一起住在育幼院里 突然有一天 真一郎来探望他 一来就说自己是他的哥哥 刚好尹佐纳一直都想有一个哥哥 真一郎几乎满足了 他对哥哥的所有期待 带着他骑摩托车 在街上奔驰 然后坐在路边吃着鲦鱼烧 看着夕阳 尹佐纳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哥哥 也天真的以为 这个哥哥是只属于自己的 从那之后 真一郎就经常来育幼院找他 他跟着真一郎学习战斗技巧 回到育幼院后 又把这些东西告诉阿赫 阿赫也为尹佐纳感到开心 本以为自己在这世上 已经截然已深 没想到会突然多出一对哥哥 想一想就很值得高兴了 但尹佐纳却露出了 有些不自然的表情 因为真一郎下次要带他见妹妹 可他更想维持现状 不想跟任何人分享这个哥哥 包括自己曾经最疼爱的妹妹 逼你的战友欲太强有多么可怕 此时真一郎对尹佐纳内心的想法 一无所知 尹佐纳把他当作自己的全世界 他的全世界却还有另外一个弟弟和妹妹 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了几年 这天 尹佐纳从少年院被放了出来 阿赫和幼儿院的老师们过来接他 他却误视了热情的阿赫 只说自己要去另一个地方 然后来到了真一郎的摩托车店 邀请他一起去兜风 真一郎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摆头阿杰帮忙照顾一下店 这一次真一郎带着真一郎骑行 他问真一郎能不能让自己继承下一代黑龙 因为他想守护哥哥的真实之物 真一郎虽然有一些惊讶 但立马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表示能让弟弟传承下去 使他的梦想 他也希望继承黑龙的人是他和迈克 原本笑眯眯的因佐纳瞬间变了一脸色 他意识到了一个恐怖的问题 原来真一郎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哥哥 再后来真一郎被一虎杀死 因佐纳也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让迈克化为灰烬 再变成自己的哥哥 迈克的眼中依然没有高光 他并不觉得这些足以构成 因佐纳筛害艾玛的理由 听到这句话 因佐纳突然气急败坏起来 一把将迈克掀翻在地 声称是他夺走了自己的一切 可迈克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真一郎的身影 真一郎曾问过他一个问题 如果你还有一个哥哥你会怎么想 还没来得及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回答 他又被尹佐纳踢飞出去 紧接着就是一场单方面的虐打 无道他们以为是迈克说的 艾玛死在印象 没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最了解的阿坚却说 迈克已经释出全力了 黑传尹佐纳就是如此恐怖 看到自家老大这么强 开心的还是天主的成员 只有阿赫知道尹佐纳为什么变成这样 十二修的时候 他曾被一个团体找茬 那些不良踩碎了真一郎送自的打火机 甚至把他折磨到了住院 而印佐纳康复之后 他就亲自找了那些参与者一一复仇 更是将领头人逼入拘境 扬言只要他有一口气在 就要把自己的同伴和家人全部毁掉 最后那个首领向入绝望 最终上吊自杀 印佐纳这个人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完全不怕死人 打架的时候根本就不懂得适可而止 现在更是变得无法控制自己 他那双拳头是专门用来杀人的拳头 这一切当然是被嬉笑所赐 当初嬉笑找到了落魄的印佐纳 亲手将他塑造成了自己希望的模样 印佐纳自己心里也清楚 自己这些部下根本就不是为了他而战 而是在利用自己 让几个世代抓紧师代 而他们天主就是这样一个互相利用的组织 什么信任什么友情 这些东西都太空洞了 承受了麦克里无数的TG的印佐纳 动作逐渐慢了下来 他在TG也被麦克里轻松抵挡 麦克里告诉他 他们并不是孤零零的 你还有个弟弟 我也还有个哥哥 这句话让印佐纳停下了动作 麦克里想起了自己当时的回答 他告诉这一郎 如果还有个哥哥的话 自己一定会喜欢上他的 现在虽然他和印佐纳都失去了哥哥和妹妹 却还有彼此 麦克里对着印佐纳喊哥哥 说想要拯救他 这突如其来的温情让印佐纳恼羞成怒 分歇一脚踢了过去 这次麦克不再是抵挡 而是躲开了 紧接着一拳砸上了印佐纳的面门 局势瞬间逆转 麦克的TG还像之前那么迅猛有力 印佐纳却已经无力抵挡 被全力踢中后倒了下去 不过他立马就站了起来 火力全开的麦克让他非常兴奋 可这份兴奋却没有为他赢得胜利 麦克的心中充剧着愤怒 明明只要这个哥哥愿意敞开心扉 自己的爱马一定会乐意接纳他 为什么会要闹成现在这样呢 他质问印佐纳这是为了什么 那张脸和真一郎的脸似乎重合了 印佐纳歇斯底里的吼了一声闭嘴 然而他现在的攻击就像花拳袖腿一般 根本不是麦克的对手 更何况他还在麦克的身边 看到了真一郎和爱马 为什么所有人都站在了他那边 他不甘心 他彻底疯狂 他一把夺过了西小手中的手枪 反正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如果连这一场战斗都输掉的话 那就真的什么也不剩下 印佐纳在眼中重吹着疯狂 麦克竟然还在煽动他开枪 就着他即将口下扳机的那一刻 阿赫冲上了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枪又掉在了西小身边 阿赫已经看不下去这场闹剧 很明显他们天主已经输了 阿赫和印佐纳在进幼院之前 就已经认识了 那时阿赫的父母刚出意外去世 他在小巷子里 为他们堆砌了一个小小的坟墓 印佐纳撞见后一脚踢开 告诉他要忘了死去的人 因为那些人已经不会再保护他了 但是没关系 自己可以给他活下去的价值和意义 从那天之后 阿赫就变成了印佐纳王国最忠实的仆人 所以他更不想看到印佐纳露出这副仇态 变成这么没出去的样子 听完阿赫的话 印佐纳沉默了一瞬 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让其他干部赶紧解决这家伙 就算单挑说了 他们还可以团战 就在两人争执期间 西小突然开枪贯穿了阿赫的肩膀 鲜血直接喷在印佐纳的脸上 你实在是太爱事了 即失去自己的大哥和小妹之后 迈克又失去了自己的二哥 在发现印佐纳因为阿赫的话动摇之后 西小毫不犹豫朝阿赫开了一枪 他绝不允许这种人破坏自己的计划 既然现在原本的计划已经被舞蹈打破 无法继续利用迈克 那他只能拿印佐纳当媒介了 所以试图劝说印佐纳的阿赫 就成了他的眼中钉 事到如今阿赫才后悔 当初就不该让印佐纳和西小接触 强人伤痛朝西小冲进去 将亲手干掉这个枪石棍 结果对方又连开枪 而这一次 印佐纳竟然扑上了一位 自由挡一下的子弹 两人双双倒在地上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 西小质问印佐纳 为什么要到仆人挡子弹 印佐纳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怎么就突然动了起来 但他知道 天主已经彻底输了 阿赫破大方 这种话他可以说 天主的其他人也都可以说 唯独身为国王的印佐纳不能说 一旦说了 他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国王 明明他可以冷眼旁观 不管要牺牲谁都要创造自己的时代 而阿赫也心甘情愿为他牺牲 可印佐纳却说 那不是他的时代 是他们的时代才对 因为印佐纳的身边 只是阿赫一个人了 印佐纳又问迈克 是不是真的想拯救自己 迈克告诉他 他们是兄弟 那是当然的 他个爱马都很喜欢真一郎 就像他一样 然而事实上 印佐纳并不是他们的兄弟 那天他在街上偶遇了抛弃自己的母亲 就为随母亲进了游戏厅 先要问他 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过自己 那个女人却只是一边抽烟 一边玩游戏 沉默了许久 他开口说了就烦死了 然后直接告诉印佐纳 他不是自己的儿子 而是他的前夫 和弗里宾的女人生的小孩 那个渣男最后被小轰轰给刺死了 印佐纳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那他这些年对真一郎的感情又算什么呢 突然得知自己最近中亲爱的哥哥 原来不是亲哥哥 印佐纳当即跑出去找到了真一郎 一拳把哥哥打翻在地 固执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真相了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真一郎承认了 就是那又怎么了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俩人的兄弟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印佐纳无法接受这样的说辞 他明明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一开始就不曾见过光芒 但真一郎让他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 让他以为自己也是被亲人兄长所爱的 结果这份幸福突然被夺走 就像是被人推入地狱一样 在印佐纳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阿赫就在前后听着 所以麦克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兄弟 他会拯救他 在印佐纳听来简直太讽刺了 他跟他们三兄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最后印佐纳还是爱马的名字 永远地失去了呼吸 阿赫不停地呼唤他 却也没能把人喊回来 他便干脆和印佐纳并肩躺在一起 拉着他的手 向他保证绝对不会让他寂寞 自己也会很快过去陪着他的 不知不觉下起了雪 这场雪让阿赫回去了小时后 那天他跟印佐纳一大早起来 就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 两人兴奋地玩起了雪 还一起堆了一个雪屋 印佐纳说 这是他们王国的城堡 当天晚上 就拉着阿赫做了一份机密计划书 和他约定在长大之前 要施行这个计划 创造最强的王国 到时候 印佐纳是国王 阿赫就是他的仆人 他们要让所有无依无靠的人来当国民 替他们创造容身之处 为此 他们以后一次都不能输 那时候的两人也是像现在这样 并肩躺在地上 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闲聊 印佐纳觉得 如果自己是贪三藏的话 那阿赫就是孙悟空 所以他们王国的名字就叫天竹 结果现在天竹的国王和仆人 若得这幅下场 属于他们的时代 也不会再到来了 阿赫和印佐纳都死不瞑目 深险的血逐渐汇聚到了一起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赫握住了印佐纳的手 看到这一幕的舞蹈哭得上级不解下气 迈克也默默扬起了头 心中念的却是真一郎的名字 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向在城的所有人宣布 这场抗争已经接受 不管是天竹还是东湾的人 都赶紧离开 他会留下来收拾残局 小肉的成员有些懵逼 天竹的几个干部倒是反应很快 当即表示他们会留在这里 让迈克也跟着大家一起离开 毕竟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才把印佐纳推上位的 也该接受惩罚了 虽然现在想来 他们可能是向往印佐纳和阿赫的活法而已 灰谷哥哥合上了两人的眼睛 知道你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都看在眼里大将 不过在那之前 他们还有一个人需要解决 第一次见到嬉笑这么怂的样子 注意到迈克正瞪着自己 吓得瘫道在地喘着吐气 迈克表示只有他一人 自己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无道也是这么想的 万万没想到 半路上突然杀出个半间 骑着摩托车唠起嬉笑扬长而去 无道又惊又急 绝不能让嬉笑给跑了 不然同样的事肯定又会重演 而反应最快的阿坚已经骑上了摩托车 无道正打算坐上去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了日向 不能把日向一个女孩子留在这种地方 迈克赶紧说 自己会保护好日向的 两人这才出发追了上去 这是无道第一次 向嬉笑逼到了绝境 想想嬉笑干过那些阿萨事 嬉笑对他的恨意又上了一层 双方在大马路上展开了激烈角逐 燕康又被追上了 嬉笑焦距的拉下半肩让他快点 结果把半肩拉得没握好 把二手直接摔了出去 等嬉笑回国城站起来的时候 发现无道就站在自己面前 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无道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尾之人 那时呢 嬉笑这个怂祸把二腿就跑 无道本来想追上去 可就在脚之前被子弹射中 这会儿想跑也跑不动 阿坚便背着他追了上去 就当时还了上次 他被轻降刺伤时的轻 阿坚现在已经知道了 嬉笑就是幕后黑手 那就更不能让他给跑了 然而两人光过着前面 就忽略了后面还有个半肩 这小子挥舞着铁棍就砸了上来 心急之下 阿坚甩开无道 用手臂挡下那几攻击 接下来他会将半肩拦住 让无道赶紧去追嬉笑 没想到一拳一拐的无道也能这么用 竟然真的缩小了距离 但是嬉笑最会弯硬的 踢天的拐角处守住怠度 等无道一拐过来就一板钻砸在他头上 可惜他忽略了无道可是人形肉盾 因为不仅没倒下 还对准他的脸反手就是一拳 无道和嬉笑正在进行鸡肋的肉搏 基本上就是你打我一拳 我还你一拳 丝毫没有招式可言 两人嘴里还在对对方破口大骂 无道骂嬉笑你个弱鸡 只会找人当你的剑鱼盾 确实不像无道 一般都是自己当肉盾的 无道把嬉笑压得身下狂走 就被对方一挤头锤撞到后退 嬉笑反驳他要成为大家的领袖 需要的才不是蛮礼 而是始终制定周强的完美计划 无道出演嘲讽 可不我这种小人物破坏了 这还算什么完美的计划 两个人在地上翻滚 嬉笑又把无道压在身下揍 他本来的计划操纵麦克 掌控整个地下世界 这些计划以环扣一环 根本不可能出现差错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而无道继承了嬉笑未说完的话 他认出来这个地方 就是12年后日向被杀死的地方 既然如此 那他们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吧 说着无道一拳砸了上去 却突然看到了嬉笑的一段记忆 是嬉笑和日向相对而立的场景 嬉笑现在确定了 无道是时空穿越者 破坊到直接哈哈大笑起来 怪不得自己的计划 一次次被这个人破坏 无道却只关心 他为什么每次都要杀死日向 然后又上去扒了他 结果又接受到了一段记忆 这次是成年后的嬉笑上日向告白 还亮出了一枚亮闪闪的戒指 可日向拒绝了他直接离去 怎么无道给搞蹦了 难道嬉笑告白失败 恼羞成怒杀死了日向 于是他问嬉笑是不是喜欢日向 话还没说完 对方举强对准了他 嬉笑的确是喜欢日向 而且是从小就喜欢 那时候的嬉笑是个 每次都考第一的孤僻许法 日向就夸了他几句 从那之后 嬉笑就纯心懵懂 一直暗中关注着日向 他本来以为日向 肯定会喜欢自己这个神童 然而忽然有一天 武道就从天而降 夺走了他的心 那次日向被几个不良少年围住 是宛如正义英雄的武道 帮他解决了那几个人 那幅场景 不仅震惊了日向 也让嬉笑产生了一种 难以言语的情绪 他开始投作的跟踪武道 嬉笑 你喜欢的人其实是武道吧 不仅天天跟踪武道 听到他上初中说 要成为日本第一的不良少年 他便也默默决定了 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 前世代不良少年进行深入调查 他尝试着接触了真正的不良少年 最终把关东一带 所有不良少年的情报全部收集 最终让他找到了 那个有可能成为 日本第一的不良 Mucky 于是他制定了计划 而Mucky就是他计划中 最重要的一环 去年夏天 当他要将计划付出实行时 他跟武道偶然在路上擦肩而过 武道只剩他人眼熟 却并没有在意 细笑着回头看着他的背影 说了一句 我一定会超过你的 他要成为真正的 日本第一不良少年 而不是像武道那样 只是嘴上说说 哪怕为此付出他的一切 之后他找到了Mucky 计划用一年的时间 取得他的信任 再花两年时间彻底操控他 然后一起用三年时间 称霸东京 该用四年时间掌控全日本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当的啊大哥 十年之后你根本就不是少年了呀 而西笑做这一切的最终目的 就是和日向喜剑连礼 结果他完美的计划 居然全被武道破坏 不大也算是听明白了 这人就是告白悲剧 所以杀了日向泄愤 而他甚至口口声声 说什么日向是我的女人 宁愿杀了他 也不会把他让给武道 还将日向拒绝肆意的原因 规矩在武道身上 所以只要想杀了武道 就可以万事大击 好巧 武道也是这么想的 还在西笑拿枪顶他的时候 一脚把枪踢了下来 立刻捡起来 只要杀了这个混蛋就能结束一切了 可他在眼中 为什么流下了眼泪 没知道在这关键时刻 日向居然赶来了 武道默默放下了枪 七笑趁机想夺枪 争夺之下枪飞了出去 武道也不管了 一拳砸上了西笑的面门 西笑狼狈地逃跑 武道就一蹶一拐地在后面追 一边追还有一边诛心 大家都知道了你的阴谋 你的野心已经被摧毁了 但西笑心中那股执念 他不愿意放弃 总有一天 他要得到日向 此时的武道还以为 西笑跟自己一样也是穿越者 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到未来 所以他大喊了一声 我死也不会让你再度回到未来 听到这里 西笑反而停下了脚步 问武道 难道你以为我能够穿越时空吗 紧直着一个我自刚出口 一辆大卡车迎面时来 一带小熊西笑 就这样被送去了异世界 武道的人头居然被大卡车给抢了 这场变故来得猝不及防 武道本人都冷在原地 刚刚那位卡车司机是疲劳驾驶 坐到跟前了 再注意到路中间站了个人 没能及时杀出车 直接撞了上去 好在打了方向盘 西笑并没有被撞飞 而是倒在了路边 而且身体还勉强撑了起来 但是右边的手臂和腿都已经扭曲变形 动都动不了了 干脆趴在地上嗷嗷大哭 那一瞬间 武道脑海中回忆起了 自己和西笑的众多恩怨 西笑忍不住伸出了一只手 他明明只是想变得和曾经的武道一样而已 最后却落入了深渊 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不想死 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气息 这时迈克日向也跑了过来 迈克看到西笑的惨状 立刻挡住日向的视线 让他不要看 与此同时 板剑也输给了阿剑 这两个帮派之间的斗争 终于落幕 后来被称为关东事变 是神奈良最低的不良集团 横兵天竺 与东京最大规模暴走族 东京万会的激烈冲突 最终的结局 是无人被逮捕 三个人凄惨死亡 被逮捕的五个 就是天竺的几个干部 而三名死者 是左野爱马 黑川英佐纳 和西笑铁太 阿赫侥幸捡货一条命 武道还指着拐杖去探望了他 阿赫觉得自己就不应该活下来 但这么想 简直就是辜负英佐纳 把他救了下来 现在一把手二把手都死了 天竺的梦想也彻底结束了 武道却告诉他 那取决于他 而武道也要继续前进 东京复仇者天竺篇 完结洒话